宇宙责任 有人问我说 哎呀你们出家人是不是怎么看破红尘啊 跑去出家 我说哪里看破啊 爱上红尘 啊 后来每天跑来跑去干嘛 出离自己小小的自私的家 走入世界的家 走入众生的家 把小小的爱 扩大爱一切世界 负的是地球责任 所以呢 这个才叫点这个菩提心灯 扩大自己 为什么 因为学习佛陀啊 佛陀他可以做国王的 做一切的享受的 但是呢他为我们人类走出了第一步 出离自我的欲望 走入众生 这样出家了 六年苦行以后 五后三十五岁成佛 了解了生命的真理 各位你看我们后面画了这个 菩提树下的成道的佛陀 他手笔这样代表什么 转法轮 他在这个世界呢 那么开始大转法轮 轮子走到哪里 烦恼痛苦伤恶道都给他打破掉 而且这个转法轮代表什么 圆其法 这个世界是因缘所生 圆生圆灭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圆生呢 你的生命不能单独生存 离开国家 离开医生 离开太阳 离开空气 哪有我们单独的生命的存在呢 所以各位呢 这个观念如果你有了 你就不会自私 也不会孤独 你就会重视环保 为什么 唯有保护一切生命 才是世界和平的开始 我们每天说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从哪里开始 印度的圣雄甘地说 从各位的餐桌上做起吧 你喊着世界和平 每天都砍砍砂砂 在你的餐桌里面 哪里还叫世界和平吗 既然讲世界和平 那你内心里面不能有恨 恨就是暴力 产生了竞争斗争 那哪有世界和平呢 所以呢 这个圆起法就告诉我们 哦 离开你就没有我 离开电就没有麦克风 离开空气 我们不能呼吸 空气从哪里来 素 那素为什么会产生氧气 太阳 太阳照到树叶的光合作用 所以呢 太阳是我们的心脏 树是我们的肺脏 水是我们的血液 土地是妈妈的肚子 我们的生命 怎么可以离开整个世界呢 而且每一个众生 都在帮助我们 为什么 生命有轮回啊 各位不是一辈子做人而已啊 各位呢 生命有这一世有来世有过去世 然后你无量世的生命里面都有一对爸爸妈妈 有亲人 然后你已经轮回千百万亿世 所以 每一个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没有一个例外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拜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就有这个体悟 众生都是母亲 唯有众生母亲都离苦得乐 他才能够成佛 所以呢 地不空 事不成佛 因为他了解了 所以呢 他绝对不会去灯害众生 各位要有这个道理 为什么 因为我并不是这个单独生命的我 整个世界就是我 所以我伤害世界 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 这个就是佛讲的真理 这个原体法告诉我们条件 我们是依靠种种的因缘条件 才能够存在着生命 所以不要去伤害其他众生 尽力不要救其他的众生 像各位你去救乌龟 他本来要被杀 那你得到什么 长寿健康快乐 各位你去帮助贫穷人 那你得到什么 有钱 很简单的道理 你去破坏别人的财产 那你就会贫穷 你去杀别人的生命 那你就会多病 得癌症 这佛告诉我们 原体法 这个世界是因缘和合的 因果的世界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只自私的保护自己 而去伤害了世界 你就在伤害你自己 像我以前刚出家 在台湾的南部 那有一个居士 他家开摩托车店 然后呢 他专门去收购 那个二手的摩托车 然后把它洗一洗洗一洗后 然后呢 虚拟点再给他卖到我们中国来 赚很多钱 但是问题来了 他每次洗摩托车 那个油很脏 就把那个水沟 本来很多鱼都给污染了 我就一直跟他讲说 哎呀某某居士 这样不好 你要买一个清除的配备 这样污染了多少的河流 我每天喂饭地 后来喂到没半只鱼 我也很伤心 他说哪有一个人不这样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哪有开摩托车店的油水 不是冲到水沟去的 哎呀我说这样不好 后来你知道他得到黑血病 整个血变黑色了 他的女儿都变成这样 可怕的事情 你破坏外面的水沟 是不是在破坏你自己啊 后来呢 他病了很痛苦的时候 跑来跟我讲 怎么办 我说你赶快忏悔 你现在赚了这么多钱了 花很多钱来清除水沟 做环保 然后水沟清干净了以后 买街要被杀的鱼 给他放回水沟 让他恢复那一条水沟的生命 这样你的病会好一点 你跑医院没有用的啦 医生则是加强你一点点的体力而已啦 你没有把这个恶业消除掉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所以各位你听我这样讲 你要知道啊 譬如说你在生病了 病了很厉害 那你问我怎么办 我会告诉你 七天吃素 不要再杀生了 然后这几天也不要生气 加上吃素 然后更快一点呢 就帮助病人 乃至呢 不施药 给那些贫穷的地方 那你很快就好了 制造缓作用力啊 像我眼睛不好 我以前眼睛经常会流血 很可怕 那我有一次菲律宾演讲 那我回来的时候钱没有带回来 我想说哎呀 钱就留在那个地方做好事 那些居士也没帮我做什么 就把我全部的钱啊 几乎这边的钱 差不多六万的马力 买了一部机器 专门替那些菲律宾的贫穷人 开刀 白内脏 然后坐了一年才打电话 说师父 你最近眼睛好了一点没有 我说奇怪 我最近眼睛都好像没有流血了 没这么严重了 哎呀有用有用 我们用你的名字 买了一部机器 专门帮人家开刀 帮人家依人家的眼睛 哎呀我说谢谢你们 真的是功德无量 所以各位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很简单啊 妈妈的腿不好 那怎么办 就放那些腿要被切掉的 乃至青蛙 跑得很快的鸡啊 乃至呢 你买一些普团 到佛堂教堂 让人家跪啊 跪的脚多舒服啊 让别人的腿舒服 让众生的腿舒服 送伦理给人家 把这个力量 缓作用力 能量不灭定力 给你腿不方便的妈妈 她很快就可以走路 很简单 这就是释迦莫利佛 跟我们讲的 缘起的道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对待别人怎么样 别人怎么对待你 所以一个人比较聪明 为什么尊敬有智慧的 送人家书 这样而已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 眼镜不好 送人家眼镜 鼻子不好 多点香 买多一点香 送到佛寺 别人帮你点香 身体不好 买多一点药 送给人家 晚上不好睡觉 送人家安眠药 错了 不是那个意思 晚上不好睡觉 怎么办呢 送人家棉被枕头 很多贫穷人 不像各位睡得这么舒服 让他好睡觉 那么这个力量 那么就给那个睡不好觉的妈妈 他就好睡觉了 我妈妈有一次给我说 我已经受不了 他一天吃两颗三颗安眠药 还是睡不着 我说妈妈再吃下去 再叫自杀 他说怎么办呢 没办法 就是睡不着啊 他正在烦的时候 有福报就有福报 刚好我们有个居士从罗东打电话 师父啊 我们罗东有一个女子 看守所搬新家 那个地方啊 没有那个棉被枕头 我说妈 你看 你看你福报大不大 一千道棉被枕头 让你戳 让你戳 让一千个人好睡觉 你试试看 如果有用 我那时候祈祷佛啊 让我妈妈的这一次呢 行为 让她有感应 她这一辈子呢 就会相信佛法 相信因果 所以她说 好好好 她出钱 一千套的棉被枕头 诶 有没有用 好用啊 她马上就觉得 诶 很好睡觉 所以各位呢 行为主宰命运 我们叫因果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各位 如果你了解这个 哎呀 像我这个麦克风 都是人家送的 为什么 哎呀 师父你讲课 记得用我的麦克风啊 将来生生世世 知名度大 声音好 各位你要知道啊 你希望全世界都认识你吗 将来哪里有佛事要盖 要做那个大宗 你赶快你送 全世界都听到 以后你叫大僧功啊 讲话又大僧 大家都认识你 很简单的道理 那你希望唱歌好听吗 哦 哦 博士要买那个法器啊 装音响啊 你来送 钱多钱少没关系 出一块钱也是钱啊 你希望以后住洋房吗 住多一点吗 哦 人家要盖慈善医院 养老院 我也要出一百块 那帮人家盖养老院 那你将来老了 有人照顾哎 你将来的住洋房哎 这很简单的道理 哦 各位为什么这辈子车子比别人多 这个还是有造音的 造桥铺路 让别人交通方便 那你这辈子环游世界 车子坐不完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呢 那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因 让你了解 所以 木剑年尊者啊 有神通啊 有一天她到天上 结果看到一个女天神啊 天上这么多神 就她身体特别亮 而且她的皇宫啊 到晚上像水晶光这么亮 那有神通的木剑年 就到那个神宫 各位你将来要是升天了 你就有个皇宫 然后凭着你的功德 十六个天女 三十二个天女 六十四个天女 你的太太先生可多了啦 你知道一皇大帝 有多少个太太吗 九十二亿 你看 而且九十二亿的太太 都不会抱怨 因为他们都认为说 一皇大帝 天天跟他们睡觉 功德这么大 所以佛经说 如果世间的男人 去看到天上的女人啊 她就会相思而知 太漂亮了 她的老婆马上变猴子 她就不会爱 哎呀天女真漂亮 天上的男人真帅 真是如此 所以各位听过一个故事 佛陀的堂弟叫南陀 哦 她长得很帅 南陀是加比罗伊国的美男子 很美很美 他的皮肤比女人还漂亮 然后他娶了加比罗伊国 最美的女人 哦两个很高兴 那时候佛陀啊 想说哎呀 这个南陀将来要做皇帝可不行啊 每天在那边玩 怎么做皇帝啊 我还是度她出家吧 啊 结果南陀 佛陀就叫南陀 南陀是她的堂弟嘛 她说来来来来 跟我去一下 南陀想说哎呀 我堂哥叫我 我要去 她老婆说啊 老公你要去哪里 哎呀我堂哥叫我 我马上回来 然后她老婆还用口红啊 纹她的额头 赛尼这个口红还没干 你要给我使回来啊 是 她就跑去了 结果跑去以后啊 她想说哎呀 混跟我堂哥混一下 我马上回去抱我美丽的太太 结果佛陀也知道啊 佛陀说来来来南陀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佛陀就用神通把她带到天上 哇 结果天上有个皇宫 好漂亮 十二个天女 好美啊 南陀都流口水 她说佛啊 哇 这个天上的女人 这么美啊 那佛陀说 那你老婆美不美 哎呀 我老婆像猴子一样 你看美女变猴子了 然后那南陀说 那佛啊 那那那他们在等谁啊 佛陀说你自己去问嘛 你自己去问嘛 那南陀就跑来问天女 哎 请问你们的主人是谁 这些天女说啊 我们的主人下午就会来 我们的主人就是佛陀的堂弟 叫南陀 他将来要出家了 现在就会升天 所以我们在这边等他 哎呀南陀说在讲我耶 在讲我耶 他就跟佛说 堂哥堂哥 我跟你出家 我跟你出家 那为什么半天呢 各位要知道 逃离天空一天 等于人间一百年 所以呢 那些天女说 半天他就会来 所以南陀 哎呀 佛陀我要出家 我要出家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佛陀啊 用这个方法来度 所以我告诉各位啊 不要在这一辈子享受 浪费 你要要享受啊 现在好好修福报 来世升天 还得了 天上有二十八层天 最低的一层天 最低哦 叫四天亡天 寿命九百万年 你看 想什么有什么 想什么有什么 而且天上那个衣服啊 薄的很细很细 什么都是最美的 所以叫天衣无缝 天上衣服不用缝的了 很美的衣服 你如果要享受啊 下回我带你去 你回来啊 那个你都不要 拿什么东西 而且各位 你在人间 修一个小小的功德 像各位今天点灯 你以后的天宫啊 亮的不得了 像今天供花 你以后的皇宫旁边 有几万个花的水池 所以呢 佛陀说 修行 各位如果还没有解脱以前啊 至少未来四个修 然后故事又讲回来 所以穆建年呢 看到这位 发光的天女 就问她 哎呀 这位女天神啊 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大善业 为什么 你的皮肤外表 皇宫这么亮呢 这位女天神说 哎呀 穆建年村子 我认识你啊 我不好意思说了 我以前是一位小卑女了 我就是你常去的 那个禀伯沙罗王 的皇宫的一个小卑女 有一天晚上呢 我起来上洗手间 刚好经过我们国王的佛堂啊 她那个灯啊 洗掉了 哎呀 我想说洗掉可惜啊 现在没事干了 就帮她点亮 哪知道没多久 我就无病而中 升天了 各位 点一个灯 所以在佛前点灯 所以我希望 今天各位大家都点灯 以后在家里面 要经常的点灯 最好的由就是 各位的棕櫚油 因为棕櫚油是 各位呢 耐以生存 这样来供佛 然后呢 不断在点灯 在爸爸妈妈的方向 要点一个灯 中国人都不敢点了 中国人就说 爸爸妈妈死了才能点了 活都不能点了 乱讲 各位 我问一下 爸爸妈妈活的时候 有跪下来 感恩跪下来的 请举手 爸爸妈妈活的时候 哎呀 还一个呢 中国人什么时候跪呢 爸爸妈妈死了才要跪 活活的不跪 这个叫颠倒 大错特错 各位呢 大错特错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爸爸妈妈 现在还活着 那是你的福报 多谢 多谢